黄氏兄弟韦韦一度重病送医急救 难过还原始末从见简得知的 只希望能够不再恶化 折折爆哭接受采访 情况不可预料 现在什么也不能说 知名网红黄氏兄弟弟弟韦韦 日前被周刊爆料在交友App约炮 被迫承认出轨 引发民众对该片报道反弹 韦韦随后录影向爸妈 家人及身边朋友道歉 让人看了不舍 今九日他在发声 宣布将会休息一阵子 并说希望自己是被迫出柜的最后一人 黄氏兄弟韦韦在IG贴出一张全黑照 感谢大家的关心之外 对于之前的约炮行为也感到抱歉 我想对因为我的决定而在感情上受伤 难过的那个人道歉 同时也向支持他的粉丝道歉 称会虚心接受各种不同观点的批评与指教 韦韦强调不想用被迫出柜模糊焦点 但在没准备的情况下被公开隐私 若非当事人很难体会其中的痛苦与挣扎 虽然看到周刊后续针对性 凭新闻采取了行动与声明 但韦韦也不忘喊话可以的话 我希望自己是被迫出柜的最后一人 最后 韦韦宣布 在事情告一段落后 我会休息一阵子 好好沉淀自己 并重新反思和警惕自己 身为公众人物应有的责任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